这里讲解的产品是SP290DPPAD 就是OBD四大的产品 这里总共有三个特殊接口 就是说不同的车 用的整段接口不一样 这个是标准OBD的16屏 USB线 就是客户如果不想用拿压的方式连接 那就用USB方式连接也可以 这个是充电的电源 充电的电源就接到充电接口 充电接口就在这里 上面写了一个DC的 擦进去 充好就可以了 这个是违规 客户要其他接口的找采购 另外买一个 那个卷截头放里面就可以了 就可以用到欧规上面 这上面的电压是框电压 框电压呢 就是这个上面写的输入 100V到240V 因为输出5V3A 如果客户说这个电源坏掉的话 他自己当地也买 就按照这个常数买就可以了 按照常数买 银海这个电源接口的连接 方式中级 中间是正级 边向是负级 这个客户拿捐业卖电源实配器的人 那里去配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认为一个电源发回来 这个是接12V的电源 据说独一一P论 可能会要用到 客户自己认为自己的电源很好 也可以 不用我们的电源 它也是框电压的 就是100V到240V都可以 也是玫瑰的 好 再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产品的功能 这个产品 我认为比较好一种功能 就是这个诊断 和这个防盗 我们这个产品的特点 就是在防盗 就是配钥匙方面的 再接下来 就是它的特殊功能 特殊功能里面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诊断 这个诊断功能呢 就是只做日航车系的 全车系 就是全系统 就是说 只做日航车 你要全系统和四系统 就是大家要了解清楚 再接下来 就是它的防盗 大家看到它的车型 也只有日航的车型 不在这个车型里面的 就告诉客户不支持 调底层的话 我们基本上可以忽略掉它 日航车做这个调底层 它是通过OBD的 做的车型呢 是比较少 标准OBD协议 就是说 符合标准OBD协议的车都可去做 主要是做关于环保 排放尾器的这一方面的故障 就是发动机的故障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保养 特殊功能 这个是保养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它的特殊功能 然后再 最后面就是读 那个编程器的功能 然后我们 先看一下怎样坐车 坐车我们就从连接开始 客户要先找到诊断接口 OBD接口 找到了之后 连下我们这是工装 所以很容易找得到 有的客户是 吃的诊断接口都找不到 我们也没办法帮客户去找 就是大概在驾驶位的 大概一米范围之内 客户自己找 不会的话就是当地 找那些专业培训 修车的地方 去培训一下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连接 连接好之后 就整段接头 通过整段主线 再通过这个蓝牙盒子 这蓝牙盒子呢 现在是蓝牙连接方式 它亮的是蓝色的灯 已经连接上来 据说 我们客户不要看到说 亮什么什么颜色的灯 就是坏的什么样的 亮红灯呢 怎么了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你看这个它就是开始的 是个闪红灯 不要有的客户说坏了 我们只要看它亮灯就行了 亮灯了之后 我们再来创断 到底有没有 平板有没有连向 这个蓝牙盒子 这里会显示 这个位置会显示 然后 连向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坐车 这个是已经读到了 那个发动机系统了 这个是区域 我们就选其他 我们选卡罗拉 以后我们选一下 我们这因为也不知道是啥 我们随便乱选的 然后 这个就是客户是什么车 就根据它的情况来选择 这个看到没有 很多的系统 我们这个只读发动机系统的故障 这个已经读到故障了 所以这个操作很简单的 停在这个界面 看到没有 这个叫全系统 就是说它能测很多很多的系统 再接下来 这个全系统是不同的车 它的系统会是有不一样的 所以有的客户 这里面我们随便选一个车 这个我们正确之后 它的系统就没有几个 所以这个全系统是由工程师对那个车开发了多少系统 它就有多少系统 这个整段方面的我们已经了解完了 再接下来我们就是了解 一批路的防盗的话我们是没有失车 所以没办法操作一遍 我们连一下这个独一批路 我们连的话有的客户不要看到很多东西就乱来 随便乱擦 这个是就说连不上 我们先从芯片开始 芯片连接到芯片 芯片设备器上面 再连到这个一批路的设备器上面 再通过这个卷节头 连到主线 再接上电源 你要这个 这个 整段盒子 就跟它已经通讯上了 一批路 先找到那个芯片 设备器连接好 你要再连到一批路的设备器 再连到卷节头 连到主线 再连到哪样盒子 连接好了之后 我们就平板上面操作就可以了 客户要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这次要读芯片 我们的芯片是93C46 接下来我们就保存 秘密 这是秘密 秘密完之后 我们点完成保存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 这个是没保存成功 这样子就表示保存成功了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找一下他保存的文件在哪里 就点那个 嗯 这个 需要先查一下TF卡 客户要查TF卡来读的 在这个0这个地方 点第一批 再点序列号 再点 DAT 看到没有 保存成功的 好了 这个产品 主要的功能就是防导 还有它的整套功能 还可以 你看它还有很多的那个特殊功能 看到吗 就是说我们要理解的就是两个点 第一点就是说只做日韩车系 第二个点 它这个全功能 就是说要有工程师开发